几家共同的问题是先喝半夜甚至枯萎 缩绕不够 迟到或者逃退 反正不是情人节这天准时代的 就拿罗云里来说 有用户评价 一年不一年 花越来越小 核子越来越大气 一百多一只的玫瑰 还要碰运气 罗云里不只是花一年不一年 浙江实际成立日期是2012年8月14日 宣传口径为2013年1月4日 广三广四 顺民营销公式 尤其是擅长用营兴带会的公司 在营销上已经休停很久了 2015年 光芳向张子凌求婚和后来孩子的 百月认会负任的 罗云里 2017年11月6日 罗云里宣布王俊凯成有品牌大人人 算是走上了品牌营销的巅峰 在这段时期内 杨密 刘诗诗 林志勇 李晨 李宁狄 郑凯 都和罗云里增生过恭喜 在2019年的情人节 罗云里只是和Montblank推出了一个联名款情人节限定礼盒 一个手包加一个搭配罗云里工作饰品的用生花 定价5210元 含着一股收割酒菜的气息 大片猫席剑店 甚至都能上线 罗云里的不再是基本的宠儿 它最近一次融资 是在2015年12月1日飞龙 融资额1.9亿人民币 号称外赫世界集市食品公司 到此后再无融资消息 相反 倒是一些平民生花品牌 成员在保持融资节奏 比如花点时间 在2016年3月 2017年7月 和2018年3月 分别完成A轮 B轮和B轮家 其中 B轮人资数日文明币 其他两人稍微披露 Float Plus 加在25年到28年 当年保证 与人资 而有人为一相关的消息 是窗市人服务在2016年8月16日 创立了Greenbox Coffee 在2017年12月5日 完成了1亿人民币的A轮人资 第十 LV在仍然保持大量广告的情况下 百地分锁下降了三分之一 已经开始显露出头市 不免给人一种原创 使人都不看好自己生意 用爱开辟费道的感觉 商业界看来 在群职人也给网了一些 先欢消费的装备任务 哈曼君表示 在群联节 没有消费U1A的计划 只是各自有所不同 A女士号称淘宝各位黄连 消费很感谢 她觉得老公给自己买花 更就是正义 但表示 老公在几年前送过自己一次U1A后 就在门消费过 记忆有些迷糊了 郁先生则表示了不买 以前号称 一生只能送一个人 后来还不是随便买 这让她觉得自己交了智商税 而且买来的花三天就捏了 就包装看着胡闻 但那一套现在要命花便也学得差不多了 C小姐表示 是年收到过一束追求者送的Gradian 就让自己很担心 听说正乎一生只能送一个人 要是自己未来男友或者老公送自己 然后花便不乱送 多尴尬 当然她也承认 是自己想多了 总之 不用从媒体报道 消费者问之 亦或 罗文里本身的发展和文资 似乎分出了问题 那么 罗文里从当年的网红鲜花 到现在网声都不被关注 到底发生了什么 因为罗文里的销售数据并不公开 目前只能买罗文里的天猫席镜变数据 做一个参考 稍微接探望贴线 罗文里自然很会讲故事 比如 内服热瓜多尔的皇家专攻门鲜园 能捡一朵眉宫 就要换一把简单 制止魔幻现实主义故事 但其销售 主要还是依靠云生的带户能力 在天猫席镜店 王俊凯同款的销量 明显高于其他商品 1999元的王俊凯 同款19支鲜花蒙古鲜盒 二月销量 是1406笔 而1520元的11支销量 只有3笔 其他鲜花产品的总销量 大概是50笔左右 在拥有情人节的二月 整个天猫席镜店的鲜花产品 在流水 应该在40元左右 而天猫席镜店 一直是幽阅民宣传中的重要渠道 不管形象便表现如何 这个流水显然对不上网红鲜花的称号 在并债花点时间 本群民鲜花值分的进行 在近年来的融资额 楼盐梅取消依靠鲜花生食品定位 应该是破产了 当然 不管采取什么策略 只有鲜花品类 是称不起楼盐梅的融资和估值的 楼盐梅号称高端文官和珠宝品牌 也就是除了眉关 还涉及鲜花业务 这看上去可以理解的 而云民在2013年9月 于三里同泰谷里 开设了第一家线下店 此后在2017年2月 全国达到了30家专门店 几乎都用银河新高端商圈 或者高端利用力 这就需要一些高客 单向高利用的商品支撑便利用成本 先入支导领域 也算情感消费的顺文 但从天猫习线变开 若文里的珠宝销量也不好 平均月销量是个位数 比如一款市价 在9999元的郭丁廷 同款高高特军队列月销量是零 当然 由于珠宝行业的从业人士李小姐 告诉商业街他们 珠宝的消费模式和鲜灰不同 这种用银河里的鲜花产品 学费者和购买者 其实往往是男生 并不需要女生的参与 但珠宝有了帽子参与 学费和消费环境就复杂多了 三千 有些女生的珠宝 向上出售还有可门 造固的一般就是门店修售了 但李小姐并不好看 微微的珠宝产品 其实周世线的珠宝 是什么性价里的说法 客户认可价值就可以 而且微妍也可能觉得 他们消费者能接受鲜花的高御价 也就能接受珠宝的御价 但他们的珠宝产品 没什么竞争优势 首先产品设计蛮普通的 就是商业款 其次一个L.K金的小链子 那些金以外也太贵了 珠宝呢 有珠才有宝 金链子本身不值钱的 他们贵的用18K金 便宜的居然用9K金 这只能叫饰品 不能叫珠宝了 有趣的是 L.K在天妈西线店 真正走量的产品是永生花 比如一款设价 1314的星座 永生花能归入夜里和 王静凯同款 越销量达到了815米 而这反而是L.K在宣传体量上 最被忽视的产品 而野兽派一款力量休息 拥有生能归的售价 在580元左右 日销量是2443 品类价位带位 多人比游游泳与丰富 这似乎也是染家公司 超级的门缩 野兽派的品类 永远比游游泳丰富 价格上也更贫乏 而游游泳开闭了一个 干预价市场 但是却把自己控制到了里面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